说到黄新颖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之前与许志安双双出轨的新闻 虽然丑闻爆发后 许志安与黄新颖都在公众面前流泪致歉 但是似乎黄新颖身上的争议从未消失过 近日 黄新颖被媒体拍到与一男子一同逛宠物店 虽然两人均以口罩遮面 但仍然被爆料者认出 爆料者表示 两人逛街的时候 黄新颖有观察周围 但该男子却不怎么警惕 店里面人很少 两人虽然也没有太多亲密的动作 但看上去感觉就好像情侣那样逛街买东西 选好东西后 黄新颖去贵寺负账 该男子则很自觉地去替他当搬运工 女方也表现得很理所当然 连个谢谢都没说 一看关系就不一般 据悉 与黄新颖一起逛街的男子是某乐队鼓手 名为黎万宏 重点是 黎万宏有一多年的圈外女友阿新 此前曾被爆出向女友求婚 还在社交网晒求婚戒指秀恩爱 如此看来 黄新颖这次跟仁夫约会又当了小三 不少网友吐槽两个人估计都不是什么好鸟 面对网上的争议生 黄新颖日前也做出了回应 称 只是一个有养糖狗经验的朋友 陪我买宠物用品 没有其他回应 多谢 而当被问到黎万宏有老婆 是否会担心他的老婆误会 黄新颖则表示 他的感情是交给他自己回应吧 另一边黎万宏很快跟住回应 称自己目前是单身 之前的确是打算结婚 但最终没有结成 去年已经分开了 只是没有特别公布 不过公众对于两人的回应 似乎并不太买单 似乎两个人的回应都没有完全澄清 黄新颖让黎万宏自己来回应感情 黎万宏则注极强调自己是单身 一些媒体还称黎万宏是认爱黄新颖 所以住即保护黄新颖 而且据网友巴料 黄新颖和黎万宏在2016年就已有交集 而他最近也频频在社交平台晒宠物狗 难道是急住狗狗的名义 敲嬷嬷的爱情来敲门了 不过风评一直不好 即便是真的爱情 感觉大众也都不会送上祝福 你对这次黄新颖的恋情有何看法 去年TVB演员黄新颖插足许志安 郑秀文婚姻被拍 最终已与男友马国明分手收场 他自己还名誉扫地 避走美国八个月 只是这才刚回国不久 他似乎就有了新恋情 南方竟还是有富之夫 名叫尼蒙 2月1时3日 二人同矿逛宠物店被拍 行为举止很亲密 之后有媒体致电二人 黄新颖称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尼蒙则回应自己早与前妻离婚 目前是单身 并谢谢大家关心 绯闻刚传出的第二天 黄新颖本人就出现在了机场 当天他包裹异常颜事 一身黑衣 头上戴住紫色针织帽 口罩眼镜遮面 可谓是全副武装 机场里他一直低头快速行走 甚至还有易用长长的滑雪板挡住自己的脸 不过即使这样 他还是被眼尖的记者认了出来 接受采访时 黄新颖并无黑脸 反而一直笑脸盈盈 对住镜头说 想不到还是被人你们认出来了 他透露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往日本滑雪 当被问到对这次滑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时 他则表示自己之前已经滑过一次了 这次就是想要多练习一下动作而已 除此之外 黄新颖还向记者透露 现在公司仍然在给他放假 没有任何通知要他复工的消息 他直言现在完全没有考虑工作的事情 自己目前真的需要休息 之前 黄新颖曾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过两张照片 他穿着剧中人物造型的衣服 对镜自拍 开心咧嘴大笑 当时不少人还质疑他已经复出了 其实那只是他以前的剧照 之所以分享出来 应该是怀念以前在剧组工作的时光了吧 不管怎样安心偷吃事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当事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 所以大家就没必要太过多关注他们的私生活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